大家好 这是游戏废人 10月12号火炬之光无限 还有2月13这两款就要上线了 那这两款应该算是最近 比较受瞩目的暗黑类游戏 火炬之光无限因为在前阵子 在台湾有做三档付费测试 所以可能比较多人知道 2月13是在今年初的时候 在韩国已经正式上线了 国际版原本是预定在今年第一季要上线 结果一直拖到现在才终于要上 那是由韩国LINE发行的 这两款游戏 在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去体验过 2月13我觉得简称13月会比较好念 因为2月13念起来有点老舌 13月我在今年初的时候 我有去玩过韩版了 只是因为要用VPN 而且当时有蛮糟糕的连线问题 而火炬之光无限则是在前阵子 我也有去玩台版的三档付费测试 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心得 以及我到时候会怎么玩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因为我们两款都没有玩到很后面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攻略影片 而且我个人的喜好也不代表所有人的喜好 就是让大家在挑选的时候 如果真的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两款都去体验的话 那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毕竟可以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 就是两款都玩过再去挑自己喜欢的 那我自己是因为两款都玩过了 所以现在我会直接在10月12号的时候挑一款 但因为现在我主要还是玩幻塔 那幻塔因为10月20号才会大改版 所以这段期间上线 每天任务解完了就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大概有个一个时间先把它好好的研究一下 那这两款我会挑的是13月 但并不是说火炬之光不好 而是这两款都各自有缺点 而2月13有比较多的点是我自己喜欢的 那首先就美术的部分的话 这两款其实美术一看就知道 一个是美式卡通风格 另外一个是写实黑暗风格 所以喜欢哪一个就是自己挑就好 打击感以及战斗节奏部分就差很多了 打击感两款都做得不错 但是战斗节奏差很大 2月13他的战斗节奏其实偏慢 比暗黑还要再更慢一点 但是火炬之光无限他的战斗节奏很快 L派一旦起来以后会更明显的有割槽感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其实火炬之光的战斗是比较爽快的 即使到了后面装备都成型了以后 这个部分13月还是没办法跟火炬之光比 所以如果你真的比较喜欢快节奏 然后快速割槽的话 火炬之光其实是可以玩的比较爽快的 再来就是科金的部分 科金的话这两款游戏其实算差不多深 两款的需求都比POE高一点 但是没有到暗黑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把暗黑的科金需求排成是10 POE是1的话 那这两款大概是在2到3左右 只是大克如果想要克多 其实这两款都是有办法克多的 只是这个科多并没办法让你到屌虐的程度 而其中火炬之光的科多 无克是比较没办法补上的 因为他的科多是去抽特性 还有去抽宠物的契约 这个你不去抽 没有抽到就是没有 无克酸有资源可以去拿到抽的没错 但是毕竟是要抽的 能不能够抽到要看命 但是他对于你整体强度的影响并不会到很大 主要的强度还是根据你的技能 还有装备来决定 顶多只是有一些流派 你在凑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用的那么完整 但是并不代表你的整体强度 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13月的话 他则是有在商城里面直接卖同货 例如说像我们玩POE不是都会有温顿石 都会有祝福石这些的 可以去改你装备属性的同货 这个东西在13月里面是 打怪可以获得跟POE一样 但是他的商城里面也有直接卖 但是我们一般玩家买不起也没关系 因为你直接去打怪 一样可以打得到 那他的掉落也不至于到非常少 只是因为他的需求量很大 就像我们在玩POE一样 你需要一大堆几百几千个去洗你的属性 所以即使很好掉 需求量还是超级大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提的就是 火炬之光以及 13月他都有宠物拾取功能 但是两边不太一样的是 火炬之光你没有宠物 是没办法自动拾取的 而13月其实你不用宠物 你就有自动拾取 只是你有宠物的话 他会帮你直接把画面上的道具 全部拾取起来 如果你没有宠物 只要靠近东西 他还是会自动拾取 但是反过来 火炬之光的宠物他是永久 但是13月他的宠物是需要包月 或者是包周 才可以有拾取功能 所以这两个大家可以权衡一下 不过火炬之光 其实你如果不考虑宠物强度 只是要有宠物的话 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啦 因为毕竟一进去里面 你获得的资源 他就是一定会让你抽到宠物 只是稀有度跟强度问题而已 那再来最后一个可能就是 最多人会关心的 他的经济系统 那这两款游戏都是有拍卖场概念的东西 不过两个人不太一样的是在于 火炬之光他的交易是用装备跟通货之间在做交易 就像我们POE一样 我这个装备我要标100混沌石 这样子的概念 并不用你玩家在那里直接手动交易 而13月的交易则是统一使用红宝石这个货币 红宝石这个货币跟商城鑽石是1比1 就是科长他花现金去买了鑽石 鑽石可以再去1比1换成红宝石 但红宝石就不能换回鑽石了 红宝石就可以去商城里面买一些消耗品 同时红宝石也可以去拍卖场去跟玩家买其他装备 13月的装备打到不一定可以交易 可以交易的装备交易完一次以后也会变成不能交易 两边的交易系统大概差别是在这样子 这两款游戏到时候我会选择玩13月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一来我比较喜欢黑暗风格 二来我可以接受节奏比较慢一点 三来是最重要的 这两款都是手游跟电脑并行 火炬之光是我少数玩过觉得在手机上面体验非常好的游戏 但我主要是以电脑来玩 火炬之光的电脑操作我觉得甚至不如他的手游操作 但是13月他在电脑操作上面做的就比较好 所以对我来说玩起来会比较顺畅 那另外这两款游戏火炬之光音乐是只有在台港号上 但是13月他是全球的 人理论上来说也会比较多 当然也比较需要担心连线问题 因为他的伺服器可能不会是在台湾 再来就是工作室大量入侵问题 毕竟有钱可以赚就一定会有一窝蜂的工作室过去 那到时候官方怎么访可能就要再看一下 如果没有出什么大问题的话 我就会以13月为主 但如果13月真的伺服器搞得很糟糕 或有很多问题的话 我也可能会转去玩火炬之光 也说不定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